五国女美投手郭洪志这个球季再度被放入15天的伤兵名单 可是小小郭这一次不是因为肢体受伤 而是因为罹患了焦虑症 郭洪志在官网报道坦言 以前只需要平常心保持健康 现在拼命想要投得更好 反而出现反效果 专精运动心理的体育教授就指出 小小郭自我期望和实际表现出现的落差 压力越来越大 才会引起焦虑和信心危机 郭洪志这个月月初才离开伤兵名单 可是回到投手球的表现却不如预期 深知球团对他的依赖也想延续去年的好表现 可是郭洪志怎么投就是不对劲 到其官网昨天证实 郭洪志因为罹患焦虑症 因而再度被放入15天的伤兵名单 他前一阵子受伤 然后去年的球季整个后半段表现得非常好 那很难免就是说对自己期望会很高 教练对他期望也是高 那刚开始表现不理想 我想第一个求好心切 然后可能自己信心上也会有一些动摇 曾在广州亚运担任运动心理组的 北体教授黄从如说 郭洪志自我期许和实际表现出现落差 压力越来越大 才会引起焦虑和信心危机 要如何重拾信心与伸手 还需要一段时间 做一些放松的训练 然后我想在信心上的问题 还是要透过练习 或者是模拟比赛 或者是在大联盟里面 所谓的复健的比赛 让他去找到他原有的球感 小小郭在美国的经纪人要大家放心 他说郭洪志不会退休一定会再回来 而对于球迷来说 手肘动过四次手术 共志都能重回球场 只希望他尽快赶走心魔 尽快让大家看到投手丘上 那个霸气十足的郭洞 介绍沈志明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